Hello大家好,我是Belinda,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呢是大家都已经期待很久的视频 那就是要来跟你们分享在新加坡怎么买淘宝 那这个问题呢在我的频道上是一个询问度非常高的问题 有很多人都留言问我说在新加坡到底要怎么买淘宝 哪些东西可以买,哪些东西不能买 可不可以买吃的,要怎么买,怎么寄过来,运费要多少钱 那在今天这期视频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新加坡是怎么买淘宝的 好,那首先提到海外淘宝呢 不等不说的就是转运这个东西 那转运呢其实是一个物流中间商的一个概念 它其实相当于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人或者一个地方,一个机构 你把你在淘宝上买的所有东西都寄给他们 然后他们呢就帮你收获 然后帮你整理出来哪些东西是你买的 然后再把你买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放到一起 重新打包 然后再把这个包裹重新寄出一个国际快递 然后就寄到你新加坡的地址 那这就是一个转运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一般来说呢到新加坡的转运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空运,一种是海运 听名字其实就很明显了 空运就是会比较快 但是相应的来说价格会比较高 那海运呢就时效会长一点 运送的时间会比较久 那价格呢就会比较低一点 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你要买吃的 要买食物的话 一般来说海运是不可以运食物的 所以所有食品类的东西都是需要空运来运到新加坡的 那对于我来说 如果我要买吃的话 那我肯定会选择空运 如果我要买的东西体积重量的非常小的话 或者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非常急着要用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选择空运 那如果我要买一些体积重量非常大的东西 比如说一些家具啊 桌子啊椅子啊 然后我又不是那么的急着需要它 我愿意等一会儿的话 我就会选择海运 因为对于很大很重的货物来说 海运的运费确实是要划算很多很多 那海运呢还有几点大家可能需要注意的是 那第一点呢通常来说如果你要买海运的话 最划算的是你要买的东西 加起来的体积在一立方米以上 因为海运的计费规则其实是 如果你要运的东西 所有的体积加起来是小于一立方米的话 就会按照一立方米来收钱 如果你所有东西加起来体积是超过一立方米的话 就会按照实际的体积来收钱 比如说如果我寄的东西只有0.5立方米 它就会按照一立方米来收钱 但是如果我寄了1.5立方米的话 它就会按照1.5立方米这样实际的体积来收钱 所以说如果你选择要寄海运的话 最好是能够凑到一立方米以上再来转运 其实你也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商量着 如果你们都有东西要买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转运过来 这样也能节约出很多的运费来 而且其实以我的个人经验来看 一立方米其实很大 可以装很多很多东西 我有几次都觉得我好像已经买了很多东西 很大的体积了 可是之后他们帮我打包的时候 总体积还是没有超过一立方米 所以海运的话最好还是能跟朋友一起 或者说在你有很多很多东西 很大的体积的东西要买的时候才选择海运会比较划算 那关于海运第二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海运它不仅仅是需要收这个海运费 它入境新加坡的时候还需要交一个海关税 新加坡的关税呢是货物价值的7% 那一般来说是转运商会帮你报税 你需要做的就是把税钱给到转运商就可以了 那这个税钱呢是不包括在你的海运运费里面的 需要额外算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那大家可能会问空运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交税 那如果是入境新加坡的话 只要你空运的货物价值不超过400新币 是不需要交税的 如果超过400新币的话就还是需要交税的 那现在从中国转运东西到新加坡来 有很多很多个不同的转运商 然后每个转运商他们的价格 时效以及服务态度各种方面都不一样 所以具体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 那要怎么样去找到这些转运商呢 首先你需要做的就是打开淘宝 然后在淘宝的搜索页面直接搜索新加坡转运 这样就能搜到非常多的转运商 那你可以大概的浏览一下 然后按照演员挑出几个两到三个吧 你觉得可能不错的转运商 这里有一点可能要提醒一下的就是 在这个产品页面上他们会有一个标价 有的可能标的是两块啊三块啊 有的可能标的是一百啊五百啊 那这个价格呢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他们都是乱填的 那具体的转运价格呢 你是需要进到他们这个产品页面 然后联系他们的一个客服来问他 他才会给你一个就是比较详细 比较准确的一个报价 那我推荐大家如果第一次使用转运的话 最好是挑出几家来 每个都单独去问一下他们的报价 然后在这几个中间稍微比较一下 然后再来选你最后决定要用的转运商 那打个比方 我们现在就进来选到一个转运商 进来之后点联系客服 然后问他转运新加坡的价格 那客服就会发过来一大堆的数字给你 比如说有空运普货 空运敏感货 手重续重 敏感货手重 敏感货续重 体积抛重等等等等 这样子的价格名词 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复杂 那我来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海运的话呢 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一点 一般都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比如说500块人民币 一立方米 那这个价格一般都是固定的 不管你运什么东西 只要不是违禁品 不是食物的话 海运都是按照体积来算的 那如果选择海运的话 你所有的费用 就是这个海运的运费 加上你之后要付的一个关税 那空运的话呢 相对来说就要稍微复杂一点点 首先它分为普货和敏感货 普货呢就是普通货的意思 就是一些普通的货物 只要它不是敏感货 那它就是普通货 那敏感货呢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类 包括比如说食物 药品 液体 电池 光盘 有磁性的物品 等等等等 那具体的分类呢 大家可以去询问转运商的客服 让他们把敏感货的分类发给你 在买东西的时候就要看清楚 你买的东西是属于普通货 还是敏感货 那普通货跟敏感货的运费 其实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敏感货的运费 要比普通货高很多 然后再来说一下 手重和续重的分别 手重呢 其实就是指的 你要运的所有东西的第一公斤 那续重呢 就是第二公斤 第三公斤之后 全部都叫做续重 那打个比方 假如说我这次买了五公斤的东西需要空运 那第一公斤的运费就是按照手重来算 接下来的四公斤就是按照续重来算 那假设某一家转运商的手重是30人民币一公斤 续重是20人民币一公斤 那我这五公斤的东西运费呢 就是手重一公斤30 加上续重4公斤 4个20就是80 加起来就是110块 那这个就是手重和续重是怎么样计算的 空运还有一个术语叫做体积抛重 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 那一般来说空运呢 是按照重量来算运费的 但是如果说你买的东西 重量很轻 但是体积很大的话 比如说你买什么卫生纸啊 海绵啊 或者说大的枕头啊 抱枕之类的东西 它体积很大 但是重量很轻 当它的体积和重量的这个比值 超过一定的数值之后 它们就不按照重量来收钱 而是会按照占比重比较大的体积来算钱 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即使空运是按照重量来算钱 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买体积很大 但是重量很轻的东西 它们也是会把体积算到运费里面去的 好 那当你已经对比了几家的转运价格之后 你已经决定了我要选这家转运商 来帮我运货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去联系 客服 然后问他们要他们仓库的地址 那这个仓库的地址呢 就应该是你之后要买的所有要转运的东西的收获地址 那然后当你买的淘宝东西陆陆续续的到达这个仓库的时候 那转运商就会帮你开始核对所有的订单 然后帮你重新打包 这个时候他们会帮你称重或者是称体积 然后告诉你你这一批要运的货物运费是多少 然后你就需要支付运费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个货物寄出 要么是空运要么是海运就寄到你家里来了 那大概多久你可以收到你买的东西呢 这个时效性呢其实每个转运公司都不太一样 它的速度取决于一你是空运还是海运过来的 二你找的转运商他们的内部仓库打包的速度怎么样 他们是不是一直都有客服在线一直都能回复你说的话 他们打包寄出这个货品需要多少时间 然后三当你的货物到了新加坡之后 他们在新加坡的这个仓库是不是足够有效率 什么时候安排你的货物送货是不是有足够的人手 所以说你收到这个货物的时间取决于很多很多复杂的 可控的以及不可控的因素 所以大家在选择转运商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要记得问每一个转运商 你们的通常的时效是多长时间 需要多久我才可以收到我的东西 那我目前用过的转运商 我都觉得要不是运费太贵 要不是他们的送货太慢 要不是根本就联系不上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好 特别可靠的一个转运商 所以我在这个视频里就没有办法给大家推荐 觉得比较好的转运商 那如果你们有遇到特别好用的价钱合理 然后时效也快的转运商 欢迎你们推荐给我 种草给我 好那今天这个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又是一个满吃干货教程的视频 那希望今天这个视频能够对你有点帮助 然后记得点下面的subscribe来订阅我 或者关注我 这样以后我每次发新视频都可以看到啦 好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